正義也許會遲到 但永遠不會缺席 大家好 我是小Z 出國旅遊 大家會選擇去哪個國家呢 我個人是非常喜歡日本 因為總給人治安良好的印象 但如果有外國人發生命案 往往都是矚目的大事件 像是過去講過的東京留學生命案 而今天要講的是在著名的觀光聖地 富士山底下 發生的一起恐怖兇殺 被害人是台灣的女大學生 接著就跟著老Z 回到案法那一天 靖一大學開朗女大生 跟團到富士山觀光 深夜離開飯店到超商 就此一去不回 解放在山區一處溝洞 發現女大生屍體 最後扯出當地消防高層 大批律師團為凶手辯護 到底怎麼回事 來看這起何口湖女大生性殺案 時間回到2004年6月27日 靖一大學日文系女大生蕭任喬 跟哥哥一同報名了 五天四夜的旅遊團 也到著名的富士山腳下河口湖丁 為的就是在湖邊跟富士山合影 留下美麗紀念 只是沒想到才到日本的第二天 蕭任喬就離奇失蹤 照片中這位長相清秀的女子 就是三天前赴日旅遊在日本山林縣 失蹤的台灣女大學生蕭任喬 那這愛女失蹤蕭任喬的媽媽 難過得直掉了也不敢相信 你知道她去買東西啊 她哥哥也不曉得她怎麼說出去啊 因為累她哥哥睡覺啊 所以她有這樣的機會 有這樣的能力還化 但是這個事情真的沒有辦法讓人接受 隨團投訴在山梨縣富士河口湖的飯店 晚間十一點半 蕭任喬一個人帶著鑰匙大哥大汗錢包 說要到附近便利商店買東西 結果卻一去不回 他們換了浴袍洗完澡再拍照 拍完澡 因為哥哥比較累 也喝了一點酒就先睡了 那那個蕭新女大學生就拿著電話 是從台灣租用的那個手機啊 跟她的台灣的男朋友周姓男友啊 打電話 那時候是晚上11點多的時候 那打到一半 女同學說那個台灣租的手機比較貴 電話費比較貴 那她去買國際電話卡 去附近的便利商超商去買電話卡之後啊 再跟她男朋友聯絡 消息傳回台灣已經是失蹤第三天 在彰化的家人是心急如焚 人在日本的哥哥 當天就向警方報案 其實也直接跟旅行社求助 但沒想到導遊居然決定要繼續行程 態度更令人匪夷所思 一醒來三點的時候 發現旁邊妹妹不在 就開始緊張了 所以每個人都在搜索了 湖邊啊 河口湖 我們都在河口湖湖邊嘛 湖邊就是這個陸海空啊 都搜尋了 在29號凌晨3點多 他哥哥有驚醒 冒冷汗 他當初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他看隔壁妹妹的那個床部啊 沒有人 他以為是妹妹去跟其他團員聊天 或者是跟男朋友在外面跟男朋友打電話 他是覺得怪怪的 要繼續睡 睡到早上8點 沒有看到他妹妹回來 他就問導遊 有沒有看到我妹妹 沒有 導遊認定他是自行脫隊 只以失蹤人口備案 還把全團帶著繼續遊玩 甚至在車上拿著一件事情 開玩笑 但是旅行者我們可能反映過去 他們都沒有 沒有認真給我們找啦 我們唯一能夠聯絡的 只是聯絡旅行者 他們都沒有 都更能敷衍的 還有那個導遊都一直敷衍的 因為他他跟著講說 你你要 要有情形是不是很複雜 我說你亂講話 有團員失蹤了 導遊卻像是無所謂的樣子 直到家屬聯繫上了 當時的駐日警察林若冠 李暖元 才發現整起失蹤案疑點重重 蕭仁喬不可能是自行脫隊 擔心他是不是遭到不測 趕緊聯繫信任的日本警方 展開刑事調查 第一個他的手機 漫遊手機都不通 很奇怪 第二他沒有帶護照在身上 如果要拖隊自己去找朋友的話 一般會把護照帶走 會把行李帶走 會把錢帶走 他錢包也沒帶 所以我們一查出入境資料 就認定推斷了 應該是失蹤 遭遇不測 李暖元立刻要求導遊 把蕭信尼大學生的哥哥 帶回富士河口湖 導遊卻要哥哥自己付車資回去 我們怕客人去補充 說很奇怪 後來他都沒有 又叫翻禮的 請一個翻禮的事 又叫我要出錢 我就沒錢 又叫他出錢 結果他現在 錢都離必須救援 住住代表處離必須救援 這樣不太合理嘛 只是蕭仁喬到底去了哪裡 日本警方連續搜索了三天 仍然是沒有任何消息 超商店員也只記得 他當時忘了帶錢 短暫停留就離開 超商距離飯店也不遠 這段路當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現在是晚間11點左右 在6月28號晚上 蕭仁喬就是從這家飯店 出發前往附近的便利商店 蕭仁喬從便利商店出來之後 沿著這條原路走回飯店 你可以看到這裡是一條主要道路 不時還有車輛經過 也許就是因為這樣子 他覺得非常的安全 走起來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你也可以看到 路上並沒有很多路燈 而且也沒有路人 一個女孩子在這上面走 確實是非常危險 接獲一個線報 說當地有一個年輕人 他的朋友好像在當地啊 搭訕一位亞洲的女性 然後後來就把他殺害掉 那這個人已經駕車逃逸了 兇賢他是當地的一個25歲的無業遊民 然後他是平時也是當義勇義蕭 叫渡邊 警方很快就鎖定了這名嫌犯 渡邊高裕 發現他已經逃往了東京新宿 立即動員警力將他逮捕 而他也坦承 的確對蕭仁喬痛下殺手 所以又在高速公路 一旁的斜坡樹林裡 發現了失蹤多日的蕭仁喬 已經沒了生命跡象 失蹤在天的蕭仁喬不幸遇害 日本警方也已經帶著他同行的哥哥 到現場執任遺體 至於兇手的行凶動機 警方還在進步調查 蕭仁喬不幸的消息傳回台灣 家人是傷痛欲絕 為了這趟旅程 經濟不寬裕的家人省吃減用 終於籌出旅費讓寶貝女兒出國 順便讓他測試一下 自己的日文實力 沒想到竟然是他的死亡之旅 而沒陪同他出門的哥哥 尤其自責 他哥哥非常自責 他把他妹妹帶來日本玩 第一次出國 結果就發生這個意外 那後來為了避免他自殺 或者是發生意外 我就 從早到晚都是帶著他 保護他 順便怕他尋短 然後就帶到我家 晚上就在我家過夜這樣 每天就這樣跑 一想到何乖巧的女兒天人勇格 小人巧的媽媽傷心痛哭 天之宴的時候 他爸爸一直叫他天之文系 他還說好好好 跟他爸爸說好 嘴上他跟爸爸說好 但是他還是照片之文系 就等公布下來 他爸爸還跟他吵了三天 乖巧 然後看到我都很微笑的鞠躬這樣子 就沒有想到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很難過 很遺憾 小人巧在學校很活躍 許多活動照片都有他的身影 同學不能置信 這麼好的女孩會遭遇毒手 靜宜大學的師生也表示 將會盡全力協助家屬善後 陪伴蕭爸爸 蕭媽媽 度過喪女的悲痛 蕭任喬屍體訊報後 日本檢警立即解剖遺體 要釐清死因 而兇手渡邊高於落網後 卻聲稱他是搭訕女生 對方自願上他的車 暗指兩人要一夜勤 女生也有問題 企圖帶風向 想要脫罪 哥哥認為說 現在媒體都說他是 這個蕭同學是 自願的跟兇手搭訕 然後再跟他上車去 這種說法是不正確 他認為應該是被他強行奪走 星期四 警方在嫌犯的帶領下 發現了他的屍體 由於死者的臉部有部分淤血 警方初步判斷 他可能是遭到兇手勒弊 相信女大學生城市的溝洞 距離便利商店好幾公里 她沒有穿鞋 面朝下 脖子有勒痕 日本警方還原遇害前的一刻 發現就在他從便利商店 要走回飯店時 對向一輛轎車迴轉 朝他開了過去 在記者背後 就是有名的河口湖大橋 蕭仁橋就是在這個附近 遇到了嫌犯渡邊高於 蕭仁橋搭上渡邊高於車子的地點 其實離他下他的飯店不到100公尺 所以按常理來說 他實在沒有理由會搭便車 蕭仁橋的死疑點重重 詭異的是嫌犯不可河盤脫出 到底是為了什麼理由 家屬一邊趕緊辦護照簽證 要去日本料理後事 一邊懷疑嫌犯 可能在包庇某個共犯 甚至說女兒有跨海託夢 一身的白衣服很懦默 頭也散 都散下來 兩人坐在外面 我想說奇怪 怎麼他那一面手 我就握他一頭把他跨起來 我說瞧瞧你怎麼回家在這裡 他就是把我摸這樣 手跟腳都把我摸這樣 坐在頭上這樣 不是說把他摸這樣 把他摸一下 把他摸這樣 所以第一點有沒有共犯 他們目前調查的結果是 應該是單獨 單獨一個人 沒有合謀或者是共犯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有關是不是 處理自願上車 或者是有沒有受到性侵害 目前正在調查當中 不能做說明 無口報告 香喬家人在案發第六天 終於飛來了山里線 曾經叫過他的日文老師 其實也從大阪趕到了臨堂 曾經是那麼活潑的女孩 如今成了冰冷遺體 哀到場面 十分令人鼻酸 我好帥喔 我趕得沒哭喔 我趕得沒哭喔 就是他生前最後一張照片 他說他要給男朋友 本來還不願意讓我照 是 我還在幫他照 我妹妹是原始人 他這麼喜歡日本 可是在日本遭遇這樣 對 所以我非常難過 對 被千夫所指的旅行社 社長特地飛來日本致意 但被家屬完全忽略 而在當地原本預定的 夏日花火大會 每年都吸引了近5萬人的觀光人潮 也因為這起凶殺案臨時取消 嚴重影響了山梨縣的觀光 其實任喬他跟他交往是大概 我這輩子最快樂的時間嘛 那他還玩的時候是蠻鼓勵他 因為他還年輕了11歲 來見見市面 像之前一些日本媒體有報導說 這個什麼搭訕的部分 這個部分其實我們在台灣看的 也是相當的生氣 因為任喬不是這樣的 絕對不是這樣有點 在扭曲的任喬人格 這樣講好嗎 殺人場面吧 在日本告別之後兩天 香恩喬的骨灰 順利回到了台灣 靜益大學的師生們 在吉祥路徑大廳一字排開 個個是哭得淚眼汪汪 加油 加油 妳就好 加油 妳就好 同學老師我來看妳了 妳要快樂跟媽媽 要跟同學見面 我上次看到他的時候 他還跟我揮手說老師在歇 然後我們在逃跑的一個孩子 然後我沒有想到再看到他 他已經是古怪了 帶著女兒的骨灰回臺 任喬的母親在機場 一路哭紅了雙眼 回到彰化的老家 情緒崩潰 我爭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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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別說了 我爭壁了 任喬還在進行大學日文系求學 赴日觀光卻慘遭殺害 學校日文系主任 特別帶來學士學位證書 家屬出了感謝 也希望女兒來生能再相逢 重續未完的親情路 這了解 嫌犯渡邊高裕 到目前為止 都還沒有向 肖潤喬的家屬致歉 而她的家人 也在案發之後 就消失無蹤 警方目前仍然是以 氣失罪將嫌犯渡邊高裕扣押 預計近期將會遣送賈府地檢署 至於會不會以強姦殺人罪 再次逮捕嫌犯 警方還不願透露 嫌犯的父親據說是 河口湖消防局高層 一家人可能是因為受不了 地方輿論壓力而連夜逃離 而當地知名媒體 也對這起事件相當的關切 指然問題想必會嚴重考驗 河口湖觀光的未來發展 沒有直接證據 渡邊高裕又不肯坦承 河口湖的死亡過程成了謎團 讓警方偵辦一度陷入膠著 不過案發後一個月 日本警方終於突破渡邊刑訪 27號日本警方對外宣布正式破案 並且以殺人氣失 性侵害 誘拐 監禁和竊盜等多項罪名 將凶嫌渡邊高裕起訴 移送賈府地檢署偵辦 在日本的法律裡刑訪 但是這因此 罪名是 外設略取 判禁 鐵盜等 自己做的事 正確地認同 供述 凶嫌坦承 當初並不是蕭女自願上車 而是凶嫌用尖刀斜迫她上車 還用繩子把她的手腳給綁起來 壓到後座 監禁了十幾個小時之後 對她性侵害 最後將蕭女殺害棄屍 還把她身上僅有的五六百塊日幣也拿走 我認為這個兇所 是不是有公患 作案的過程中 是不是有涉及到他們這個自侵 事案 所以她以一個人 這個全部的來承擔這個責任 進入法院審理後 蕭恩喬的父母很希望為女兒討回公道 甚至還去學日文 為的就是參與理解審理的過程 花大筆錢多次飛往日本去聽情 但渡邊高裕囂張的態度 讓人怒火中燒 涉嫌殺死蕭信女學生的嫌犯父親 是當地消防局高層 砸大錢請來四名律師 極力辯護要為渡邊減刑甚至脫罪 渡邊表示她根本沒有強迫蕭信女同學上車 而是蕭信女同學自願跟她走的 但事發當時的唯一人證已經死亡 嫌犯的這番說詞更讓蕭爸爸氣憤 這個經過兩年多了 這個患人至今尚無悔意 對部分的這個犯行 仍在極力的狡辯 否認我身為被害人的父親 實在心有不甘 先生的意思說 今天如果不是因為法庭的限制的話 很想以前把他打過去 但是那兇手的態度很不甘 他好像不以為意了 嫌犯渡邊高屋在法官面前 雖然低頭不多話 仗著受害者父母是外國人 以日文出口挑釁 想打我你現在就來打 聽著蕭太太很生氣 認為嫌犯根本毫無詭異 不知道受害者的母親這一年半來 努力學日文 就是為了打贏這場官司 蕭太太用日文寫陳情書給法官 表示女兒被嫌犯 以非常殘忍的手段殺害 她要問問嫌犯的父母 怎麼能接受自己的心肝寶貝被殺 女兒兩年來常常向她託夢 對當時的情景仍然很恐懼 更不甘心人生如此短暫就結束了 黃天不負苦心人 即便渡邊高屋想用金錢攻勢硬拗 2007年4月26日 賈府地方法院一審宣判 以下案罪 性侵 監禁等六項罪名 判處渡邊高屋 無期徒刑 法官同批 他為了滿足自己信譽 傷害無辜 還對台灣社會造成不小衝擊 決定從重量刑 今天兇手到這個 兇手家族到今天都沒有道歉 而且兇手在這個環境上 都沒有一點回憶 雖然今天這個兇手被判處無期徒刑 在這個兩年四個月 這個漫長的訴訟期間 這段期間我的心靈 手受到這個闖傷跟堅牢 是沒有辦法沒有人會交絕的 女學生單獨外出後失蹤 竟被日本嫌犯渡邊高屋 挾持了15小時後性侵被殺 兇手雖然被捕 但是一直聲稱是一夜情 案發之後 女學生的父母多次到日本 自己搜集證據 找到嫌犯拿刀挾持 女學生的監視器畫面 讓兇手終於扶手認罪 日本檢方後來持續上訴 小燕橋的雙星請專業翻譯陪同 前後跨海出庭了14次 2008年10月22日 高等法院駁回上訴 渡邊高屋無期徒刑定驗 還得判賠日幣8600萬元 日本在審判的時候 審判兇手的時候 有請婦母親來作證 那個時候她母親也有感應到 我們代表處的翻譯也有感應到 我們都在現場都有感到 她妹妹有在旁邊感覺 心虛有看見 對 有到場 由於渡邊高屋始終沒有道歉 讓人覺得非常可惡 而在此案的審理期間 台中的一間派出所 發生了跟此案有關的小故事 一名日本人突然跑進了值班台 說她要找蕭刃橋 跟她上香 跟她擊敗 因為她的發生的地點 是在她母親的故鄉 她覺得對這件事 有愧疚的那種感覺 西澤成和凶手沒有任何的關係 但是她始終認為台灣女生在日本遇害 對日本人來說是很大的恥辱 因此說什麼也要專程來道歉 女警協助找到死者的父親 順利到墳前祭拜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對於出國旅遊 女孩子千萬不要覺得自己可以 結伴而行永遠是最平安的方法 而您出國有沒有遇過特殊的驚魂祭呢 某次越南出差 老Z就被公安抓走過 那次真的嚇壞了 趕緊通知外交部幫忙 最後只被要求刪除畫面就放人 有驚無險 環有不同經典的小夥伴 在底下留言跟我討論 最後讓老Z工商實踐一下 Omicron疫情嚴峻 防疫生活很重要 水神微酸性電解刺濾酸水生成基 可以讓您輕鬆在家對抗病菌 現在只要出入老Z推薦代碼 CTI527就可以獲得直扣 詳情請上快能夠網站 還有更多優惠喔 我是老Z 我們下期見 長期防疫大作戰 萬萬水神推出 微酸性電解刺濾酸水生成基 快速生成水神抗菌液 各種場合都適用 簡易安裝單件操作 方便省時又省錢 與病毒細菌作用還原成水 不傷害環境 一天使用200次也沒問題 有效抗菌 安全環保 快點夠推出獨家超值組合 快上網搜尋 快點夠 祝福 快上網搜尋